Hello大家好,我是Erika Hello大家好,我是大兒 我現在人在西門町的電影公園 Yeah,那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因為今天又是一個自肥的行程 是,自肥 對,我們又要養胖胖了 又要吃東西啦 對 因為最近呢,米其林又要推出他們的推薦餐廳 那這一次呢,他們有一個什麼Bibi登的推薦指南 對,還有36間的物超所食的餐廳 其中幾間的牛肉麵店,我們要去試吃看看 對,那這幾間呢,我們挑的都分布在西門附近 好,我們去看看哪幾間 Let's go! Let's go! 現在到了老山東,那老山東還蠻特別的 它是在萬年大樓的地下室 對,它的美食街這裡 小時候還蠻常來,但我都沒有發現這間牛肉麵店 每次下來我都很快速逃離 因為我覺得好可怕 哈哈,你怎麼這樣 黑蒙蒙的 專營刀切手工加場麵 對,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我們點了半斤半肉,紅燒加場麵 它其實名字叫半斤半肉麵 我自己把它把麵加得很長 我想先試湯耶 每次吃牛肉麵吃的,我都會先喝湯 它的湯好輕喔 有長這樣嗎? 沒有啊 有些人撈起來,它是沒有那麼透明的 它是還蠻透明的 看到嗎? 看不到啊 喔,有有有有有有 你看起來像個智狀耶 阿娜,阿娜 藥膳的感覺 嗯 中藥味蠻重的 偏鹹我覺得 還分清爽,它不是那種很油膩的湯 而且它的加場麵好寬喔 超粗的 比以往我看到的寬 這樣不厚,這樣子粗的 這應該很有嚼勁吧 它需要花很多時間咬它 你喜歡吃粗的嗎? 看心情 沒什麼意外 我會點家常 家常比較可以凸顯它們這一間的特色 那你覺得以家常借來,說它的麵怎麼樣? 偏中的 那我吃過的那種超油膠筋 我喜歡那種很彈牙的 像小當家那種斷掉的那樣子 這家是微彈 有一種是很肉的 太...粉的嗎? 喔 嗯嗯 怎麼樣? 它肉很大塊耶,超大塊 很軟很軟 它直接撕開了耶 它肉超軟的耶 我看...它不需要用牙筋 你就用筷子它就撕開 它就超軟的 我都說入口即化是不是很弄 我剛剛很在想用這個吃 它好像有點太誇張 它牛筋也太大了 你是喜歡吃它的人嗎? 我蠻喜歡吃牛筋 它大的給你 哈哈哈哈 剛剛是不是咬不到 喔 喔耶 很軟 但又不濕它的菜 它這家的肉跟筋很香 第一家就這麼好吃 第二家會不會就吃不下肉呢? 第一家有點難評分,不覺得嗎? 這以我個人的學好來說 這整碗麵應該有... 7分 7分 不喜歡麵 可是那是我個人喜歡細麵 因為我覺得細麵可以吸比較多的湯汁 它肉拉了很多回來 我覺得它的糖 如果你喜歡吃那種藥三黃 所以它也比較沒有那麼平淡 不是只有這樣很好 所以你幾分滿好 我肉應該有9分 麵應該是5分 湯我是不吃平 所以就是7分 那我7.5好了 我給糖的分數高一點 如果你第一天就下得太高 然後後面如果更高你就又上不去 那我們繼續把它吃完 然後到下一間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健鴻牛肉麵 這是西門最有名的健鴻辣 CP值能爆極高的 我們點的是小碗的牛肉麵 然後這碗才90塊 這個名單出入之前就很常吃健鴻 這間是我真的已經吃過了 超級有名啊,年輕人誰不知道 而且它24小時營業 先喝看它的燈 比較清爽一點的那種味道 然後你可以自己加它最有名的辣牛油 對,其實我以前也是超愛加這個 因為它這辣牛油看起來超厲害的 然後我都會加炒肉 因為我吃超辣 它加完之後 味道會整得非常不一樣 這也是V家的酸菜 然後它肉就沒有分什麼 半筋半肉或是紙純 牛肉麵部分 它就是你點牛肉麵它就會帶一點筋 我們現在就要速戰速決 因為它的人一直進來 然後我們非常的尷尬 它聲音就是好到不行 它的筋好入味喔 它肉也是很入味的那種 現在牛油都超好喝 這個麵就是我喜歡的拉麵 很Q彈 很Q彈 在這邊還可以喝不直接冬瓜茶 它冬瓜茶是免費喝的 我個人呢 給它的評價是9分 好高喔 一切綜合包含 因為麵是我喜歡的拉麵很Q 肉它沒有那麼軟但沒錯 但是它也是入味的肉 湯因為 我這樣是不是很膚淺 因為它可以一直加辣椒 它的湯就會 而且又很便宜 我給8.8好了 為什麼你硬到比我幾? 0.2分 我覺得肉的部分是剛剛老三公一 其實我也是這樣做的 湯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剛剛 帶一點藥膳的感覺 麵這邊好像很贏的 這邊麵我覺得贏的 它的麵很彈耶 所以這樣平均下來 我覺得8.8的差不多 加CP值 對CP值也很高 很高 真的很高耶 如果你沒有騎車的話 就是稍遠一點 它今天是離北門捷運這樣下去 所以我們剛剛從西門走過來 有點累 你看我瀏海都閉塞了 現在到了牛店牛肉麵的外面 然後它非常的恐怖 因為它要等40分鐘 現在約莫是5點 然後它4點半才開始晚餐 用餐時段 5點要等40分鐘 而且我剛剛偷偷進去看 有將近一半是還沒有拿到麵的 它好像是走這種五星級麵食料理 麵非常的講究 所以要等比較久 那大家如果下次要來牛店牛肉麵吃飯 你不要想說你過了那個用餐時間就沒事 你要去找到 而且它的位置啊 應該都是特地來的 就不會是經過路過的 對 因為這邊其實不算是個鬧區 希望不要讓我們失望喔 真的 我們等40分鐘 這間店的音樂真的超 超 年輕的 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才吸引年輕的 這是半斤半肉的清燉牛肉麵 據說五星級的味道 很輕耶 嗯 有那種骨頭湯的味道 其實味道蠻鮮的 沒什麼附面的風味 我只要看到拉麵我心裡就會很好 青麵跟那個鮮湖不相相加 差不多 都很燙 但這間的棕黃好很多 筋嗎 嗯 一樣很入味 偏軟 很軟 它有中藥味 它目前吃起來整碗牛肉麵都還蠻清爽的 還是因為我們點的是清燉牛肉 其實他們的肉應該是同一鍋吧 這我不知道耶 它的肉是正常味 薄的 牛腱肉 很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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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好吃 這個這間的肉第一名 這看起來像是牛油的東西 我來之前有爬聞 我聽說它辣椒是還蠻有辣的 肉真的很好吃 它肉真的很好吃 味道啊跟軟 然後它帶一點筋 筋應該煮到很軟 聞就好了 好辣的 你知道味道 花椒味 很重的花椒 很重的花椒 它辣椒很好吃 但是不是像我們想的那種牛油的味道 這間我給8.5 因為差280 哈哈哈 見紅的價錢真的是沒辦法 沒什麼好說的 我會寄給8.8 我覺得它還是有一間多的地方 整碗麵是真的比較好吃 但是就是因為它200% 對 看人啊 如果你們是喜歡氣氛的 然後吃的比較好一點的話 可以選擇這家 然後如果你像我一樣是夾頭髮的肉 就是隨便都可以 好吃就好的話 多菱形食就可以到這邊 好啦 那我們的那個素 必比登平底 先到這 告一段落了 那大家對牛肉麵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來吃吃看這三家 對 如果你們吃過其他天 我們沒有吃到牛肉麵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或是沒有在那個名單上面 也可以 也可以推薦給我們 我們可以吃給你們看 好啦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 然後幫我們分享 然後記得要幫我們的頻道 按訂閱 可以的話開個鈴鐺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